我回来了 加班开会真累人 正好赶上吃饭 我去洗手 不好意思 这饭桌上呢 就只够我们两个人吃的 多一粒笔都没有 你不是说好了吗 在这个屋檐下生活要有界限 我以为你托我照顾梦想之后 就不好意思再提借下这个词了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 某些人脸皮的厚度 得了吧你 前几天你把梦想怎么着了 还不一定呢 你看把孩子吓得都 都听话了 梦初夏 承认吧 你这是在公报私仇 你纯粹是在发泄 白天在公司所遇到的不满 有问题吗 在公司里你是老大 在这儿吗 我是老大 我是老大 再说了 没有人有义务做好饭等你回家吃饭好了 去吧 我去开 别别别别别 你去开村怎么回事啊 万一是熟人呢 梦初夏 你的逻辑太奇怪了 我是一个丈夫的身份住在这儿 又不是来偷情的 沈哥哥 嫂子 嫂子 你们家好温馨啊 你们把东西放下回去吧 你就是小梦想吧 你是 我是沈哥哥的朋友 我叫乔佳颖 你可以叫我佳颖姐姐 就他这么说 你得叫我阿姨 从长相上来说 叫你阿姨很合适 小阿姨好 这有礼貌 家姨你你坐 我去给你拿点水 不用不用不用 嫂子 你们结婚我都没来 本来应该早点来拜访的 可是我这几天太忙了 这不今天刚抽抽时间来 我给你们送新婚贺礼来了 哎呦 你还准备礼物 太客气了吧 来来 沈哥哥 沈哥哥 你还记得吗 这幅画是悉尼一个油画大师 送给我们的 你以前不是特别喜欢吗 哇 这太漂亮了 这是你们两个 对是我们 嫂子 我知道 在你们的婚房 放我的画像 好像不太合适 不过艺术 跟照片还是有区别的 重要的还是画面上的美感 你说是不是 是 而且沈哥哥 以前最喜欢这幅画了 以前跟我说过好几次 想托人从美国带回来 所以这回 我就自作主张 托人从美国带回来 嫂子 你不会太介意吧 当然不会 多好看 我接着拿物质 对了 我给你们带吃的了 我们已经吃过了 没关系 那就 当夜宵吧 沈哥哥每个星期都要吃的 不然就会不舒服 对吧沈哥哥 对了沈哥哥 我把你的这次费也带来了 沈哥哥 你不是说不干着他睡觉的话 会做噩梦吗 沈大公子 就两天睡我们家的棉被 没有割上你娇嫩的肌肤吧 来了 你谢谢你啊 小雲才能放这儿看 我帮你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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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哥哥 你们两个就是这么小的床啊 怎么睡啊 来她睡沙发 你们不是结婚了吗 怎么还分开睡啊 昨天睡的沙发 你嫂子脾气大 闹别扭 她成功了 我还没远了你呢 吵吵闹闹的好甜蜜啊 不过 嫂子不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吗 怎么对沈哥哥这么样的 对全世界温饰 却唯独在我面前感发脾气 不正说明我在她心中 很特殊吗 好了好了 别秀爱爱了 那我看了都眼红了 沈哥哥 我把睡衣给你带来了 今天呢 我想换一个环境东西 去客厅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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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要求是第一位的 佳颖 不管他们 我陪你去 妈 我要喝音乐连子操 现在 看来小梦想 不太喜欢我在这里 不 不能不能不能 她最近中考脾气不是很好 你是客人 想待多久待多久 小儿的话别往心里去 不会的 嫂子 怎么会呢 谁会跟这么可爱的小朋友一般计较 而且我小时候脾气比她还大呢 是不是沈哥哥 因为她老往我学校跑 我喝口水 我是不小心的啊 孩子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 加油 你又不是故意的 这约本说足够办理一下 不是故意的 怎么踩得这么巧啊 这 这不正好说明我不是故意的吗 快跟你加油 阿姨 道歉 快点 快点 对不起阿乔阿姨 我 我不想把你的礼物弄坏了 不过 我看你长得这么漂亮 心地一定很善良 不会在意的 对吧 这还说话乖里乖气的 对不起阿乔阿姨 你乔阿姨当然不会在意 你乔阿姨当然不会在意 对吧 小影子 没事啊 对不起阿乔阿姨 不 centres 当然